今晚的重頭戲 國際永春大師中的大師 梁廷 梁廷是我好朋友 我不是擦一雙鞋 我這些人就不會擦一雙鞋的 我有話實說 都是他馬仔而已 永春拳呢 有今日國際星期 當然有很多人有做過很多工作 包括嚴敏忠師 李小龍 甄子丹 都是將永春打一個好的基礎 但最早將永春帶到香港的是誰 而是打永春名號 是六十年代梁廷師傅 多謝各位 這麼壞 穿個包子 讓人家知道我是奇英而已 是不是 這個東西 我不說 你自己認一下 現時有六十五個國家 在國際永春總會旗下 包括有四千多間館 就陷了梁大師的門人 開拓的 那他對永春是宗教一樣 不為而力 完全是信奉到 忠心到 沒得說 不用說話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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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在永春的師父之中呢 唯有在國際中呢 包括教特種部隊 人家國家 當他是國際級大使那樣接待的 當的而已 聽到沒有 哈哈 不是簡單的 因為很多武人呢 是走不出香港的 很遺憾 這是現實 能夠在國際間堂堂正正打造中國武術的旗號去的 不簡單 希望大家補一點掌聲 梁廷大師 多謝各位 廢話不說了 因為徐師傅已經在我臉上貼 貼到我都站不穩 我首先說 榮出拳呢 據說是有五枚大師 在這個四川和雲南之間的大梁山那裏 因為看到胡鶴相鬥 那他就創造了一派新的武術 那所謂胡鶴相鬥 很多那些小說家 以為一隻狐狸和一隻鶴打 我最初也以為是 但是我在想著 怎麼打啊 大佬 如果一隻狐狸打一隻鶴 飛了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後來原來我一路周圍去做了十八年調查 才知道 原來胡是胡鶴 胡鶴和一隻鶴打架 怎麼打呢 是兩派的交流 所以剛才徐大俠 徐家傑大師所表現的那個玲林 那個玲林 其實就是飛天馬丟派 真是胡鶴 就是說我們以前的祖師和他們的祖師交流過 結果創造了一派新的武術 就因爲這個新的武術 就由一個弟子叫嚴詠春學了 學了之後他教了給老公 老公教給後人的時候 他說我教詠春的拳給你 於是一路傳下來就變成了詠春拳 所以就不是一個特別的門派來的 現在我們還有一句 還有一句瑞語說發揚光大圍背祖師 那我就圍背祖師了 不好意思啊 我們的創作也都很奇怪 因爲是跟一般的武術的套路不同 因爲我們只有三套很簡單的套路 譬如說第一套我們叫小念頭 怎麽叫小念頭啊 就是想一下東西咯 那想什麼呢 就是想一個完全跟其他派別不同的方式 因爲他呢 創作這套小念頭的時間 如果不詳細解釋你 你根本不知道的 我們現在有請梁冠師傅 梁冠師傅就是我們本會最高級的 也是大師級的啦 那他也是我的親弟弟 第四弟弟 只是教泳春拳呢 跟我來講呢 他已經是四十幾年了 他教了泳春拳 都教了四十幾年了 那我們比起小念頭的 開頭那兩下呢 就是這麽簡單的 他就說那麽大佬 如果那個所謂監守 梁冠師傅 麻煩你看看 那監守是怎麽監法 一監下去 那是不是人家踢你一腳 你這樣扎人的手 不是的 如果我們現在有請兩位教練出來 劉炳尚師傅 曾浩斌師傅 給一下如果在實戰之中 那個雙監守和那個日治聰明 是怎麽混合來用的呢 劉師傅 政師傅 他的高雙腳當然不是榮春 네 разв vào coloca 我叫你解釋給人聽 你好像打死人 慢一點行不行 好慢 人做慢的 麻煩 曾師傅慢動 你看 同一個時間 兩手一起法 耕手和日治聰拳 同一個時間合璧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的策法 當然詳細做給你們看 就太過沉了 現在我們講完第一套拳 就是英文 由A到Z一樣 如果你學了A到Z不當然你懂 接著就學寸字 怎樣寸法 Apan Amen 我們第二套拳就是沉橋 沉橋就好像學寸字一樣 我們有請集體沉橋 我們請楊煥兒師傅 是呂師傅 李敏明師傅 兩位都是呂師傅 在YMCA 在我們管教女子班 劉炳祥師傅 剛才見過了 李德進師傅 曾豪斌師傅 盧安田助教 廖家宏師傅 陳艾琦 王卓基師傅 看沉橋 看沉橋 沉橋 其實就是等於 好像你學了英文 A到Z之後 把每一個字母串起來 在沉橋裏面 有鑽馬 你串了每一個字man man是man Amen I am amen 有鑽馬 兼立有步法 兼立有簡單的鑽法 這個就是沉橋第二套拳裏面的宗刺 當然 亦都等於我們的祖師 創了這個拳一樣 不是說 你這樣看就是這樣玩 不是說這樣玩出來 就是這樣打出來的 你懂得玩沉橋之後 那又怎樣 人家打你 你也是用不到的 不會是等著等著 再想想 那又怎樣 一會兒我會練癡手 癡手就等於練作文 裡面有文化 以及教你一個特殊的反應 本來連環促完 是要打一百劫國外 但是打這麼久 每個都睡了 那好吧 講完剛才 講完癡手 那我們怎樣癡法 楊患儀師傅 盧安蓮助教 我們當然是找個助教 不然他打死師傅 那師傅不能落台 對不對 好了 那盧安蓮在我們那裏是助教 但是呢 他亦都是網頭的教練來的 挺有名的 有得學他的 現在我們由慢動作做起 看看 癡手到底是什麼 一回事 其實癡手是不需要確定的 一路都是憑一個感覺來訓練的 好 好 我們多謝兩位 除了這件事之外 有人說 喂 喂 那大佬 敵人會和你盤兩下手的嘛 有人打你那你怎樣 如果我們有癡手的感覺呢 我們就算對任何一個不明的敵人 我們都可以很輕鬆地對付他 當然 現在這次呢 我們經過彩排過的 好 但是呢 我們可以試一試 找一下李敏明師傅 李敏明師傅 李敏明師傅呢 亦都是教女子班和親子班的 那 喂 李師傅 你找兩位師傅 找兩位師傅 來跟你對敵一下 選這個 選這個 這兩個英俊 我們這次呢 就不是做泳春 而是做泳春 對一些不明來歷的武術 好啦 李師傅 哇 打完了 鼓都未打 鼓都未打 熱腳打完 慢動作 好慢地做給各位觀眾看 好嗎 做完剛才那個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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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還打你不死 哈哈 多謝 好啦 在雌手裏面呢 其實一有分級數 由最基本 到最高級都有 這樣 泳春拳 最後一套拳 叫木人莊 那木人莊是甚麼來的 木人莊其實呢 是對著一盆木人 我們看戲都看到了 他亂打 但是那個木人莊裏面有些甚麼的呢 其實呢 由最基本 到最高級的法動都有的 我們現在有請梁冠師傅 表演木人莊 第一節和第二節的手法 現在我們打空氣 一個空氣 用木人莊了 這個第二節 好 好 但是木人莊 你懂得打也沒用的 喂大哥 別人的敵人叫你和他打 你說我表演給你看 嚇走他嗎 不可能的嘛 那我們現在請兩位師傅 曾豪斌師傅 李德俊師傅表演 木人莊的貼手 梁冠師傅 麻煩你慢動作解說一下 這個就是慢裝頸 這個就是綁手 緊手 攤打 接著再做那邊攤打 好了 接著再做一次其他的 梁冠師傅 木人莊第一節 後三下手是怎樣 雙間手 勾拍 接著正掌 好 接著我們再做些什麼 這個第二節的開頭那一堆手來的 開頭那十下了 拍拍拍 殺手 統拳 接著還有沒有 梁冠師傅 慢動作解說一下 好 嘩 好多人以為 泳出是沒有腳 其實你現在看到很多腳 但是 你知牧人莊 不代表你打得的 那又怎樣 緊去 嘩 像不像藉民意 因為 阿欣先生 就是在我們 在我出品的 詠春智慧獄裡面 拿了這幾下的 多謝各位 原創人是梁萍博士 好了 来到这里我们要玩什么呢 应该是梁大师自己出阵 你玩什么呢 八斩刀 知名的八斩刀法 好了 其实八斩刀呢 是有两种武术的 一长一短 长的呢 就是很长的 短的就是极短 互合了不同形式的格斗 尤其八斩刀法呢 就是叶敏忠之生前呢 是不柳之作人 亦都不传之卑 他不会传人的 实际传过的 我想一只手数得出的 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梁大师会知道 那今天呢 我就看看 最初的三段 最后一次的动作 最后一次的动作 好啊 梁萍博士傅 这就是八斩刀 对付六点半棍的 一招杀敌实 一招搞定了 我们做慢动作 再看看啊 十次刀 架着对方的棍 削个手 甩个甩手 跟着在胸口身上 劏几刀 跟着在颈道 解决了个问题 好 不要带点出街 带点出街 我帮不了你 多谢 徐大师 多谢各位高叔 多谢各位师傅 多谢各位掌声 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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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道具来的 真刀来的 不是木炭 沒脫手 把鞋子都穿了